第161章 威胁勒索 一走出那些人的视线范围 明代立刻接通电话 抬手放在耳边 苏访云急躁得快要上火的声音传来 呆呆 你父母去意中找你了 你最好避一避 我正在过来的路上 我知道 明代停下匆匆脚步 转过身 淡淡瞥着跟在身后的于婷明安 对苏访云说 现在他们就在我面前 没有您说 于婷明安两人身上的 小心谨慎消失 对明代习惯的仪器 直使回来了 连先前弯下的腰都停得更直 明安偷听见明代的话 眼睛瞪得跟同龄似的 是你那个经纪人是不是 你居然敢告状 嗓门不小 所以苏访云听见了 随后从牙齿缝里挤出一句 等着 地址发我 明代嗡了声 挂断电话 明安眼见明代 不接自己的话 脾气上头就要发作 明代何等地了解他 立即抢在之前 指着附近一家茶楼 你们不是有事找我吗 去那里吧 明安一下子没事了 撇着那家装修高雅古典的茶楼 打起盘算 你付钱吗 嗯 这还差不多 明安 明安趾高气昂地迈开腿 脚步却非常迅速 简直是迫不及待地 钻进了那家茶楼 一双眼睛 好奇地在附近低溜溜地转 明代就知道明安会答应 明安最是爱面子 像这种旁扶贴着 有钱人出入 门牌的高档茶楼 更是他的心头好 前世明代有钱 连带着夫妻俩富裕之后 明安天天端着茶壶 套着佛珠出入在这些茶楼会所 装成功人士 烧起钱来 比爱买包护肤的于婷凶多了 现在明安暂时没有 挖掘出类似爱好 不过骨子里那点虚荣 已经出出冒头 所以明代打算 在这种茶楼谈室的行为 恰好契合了他的行为 唯有于婷不满嘀咕 好好的 不去家里来什么茶楼 明安听见了 邪你过来 去 怎么不去 当父母的 还不能去自己女儿家里了 这话 看似是对于婷说的 实则是对明代说的 对此 明代不做回应 他迎上接待的服务生 跟人要了奸包箱 这种商务人士 谈室的茶楼 价格不菲 包箱就更贵了 最低消费就要上千 于婷眉心拧坐一堆 这摩贵 明安却是满意的很 跟宰渊大头似的 就要包箱 给我上最贵的茶 明代不介意多花这点钱 因为不想谈话 被人听去 麻烦你了 他朝着服务生点头 服务生笑容标准 礼节到位 却掩饰不了眼底的诧异 无他 面前这家人看起来 实在是太奇怪了 父母打扮得不伦不类 故意强称着高傲 其实只是为了掩盖自卑 女儿气质 却截然相反 不急不躁 淡定从容 这真是一家人吗 好奇短暂服劣 服务生将明代和那夫妻俩 引到包厢内 细心关上门才离开 于婷想着 刚才无意间瞥见的菜单 心疼钱得很 便开始蠢蠢欲动 你现在还真是有钱了 我就知道 你当大明星 不可能只赚这摩点 这魔鬼的茶楼 说进就进 结果就只给你爸妈一万块钱 就你这样的白眼狼 说出去 是要被人戳几两骨的知道吗 明代 莫不作声 喝了口提前上的温水 于婷不满 莫长耳朵吗 听见了莫 好了 明安一开口 于婷立刻懦懦退避 明安大刀阔斧地坐在那里 下巴一扬 眼睛里闪着金光 明代丫头 我和你妈 也不怕你找那个经纪人来 赡养父母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知道吗 哪怕跑到法庭去打官司 也是我和你妈站立 所以 要想继续安安分分 当你的大明星 一万块钱 肯定是不够的 必须重新商量个数 明代略略惊奇 大概是莫想到 明安居然能说出 这样一番逻辑清晰的话 而不是撒泼打混 除非 有人指点了他 对对对 你爸说的对 于婷也在那里附和 明代仍是没有急着开口 中间有服务生进来送茶 耽搁了会儿 让夫妻俩 逐渐变得不耐烦 等服务生一出去 明安那点本质 迅速暴露无遗 他趴的一张 拍在桌面上 指着明代的鼻子 非要老子收拾你 你才知道 厉害是不是 不要脸的死丫头 因为从我们明家出去了 就可以划清关系 你身上流的是老子的血 哪怕老子要你 把所有钱交出来 都是天经地义 你连人都是我生的 所有东西就该是我的 一位联合外人来蒙骗老子 也不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 大不了 大家于死网破 明代果然修炼功夫精进了 听着明安破口大骂 依然无动于衷 反而有闲心去想 真的于死网破 明安于婷会愿意 丢了他这棵摇钱树 他走神的时候 门外的人 却是听不下去了 啪地推开门 大步跨入 你们二位 还真是把我的话 当成耳旁风 苏访云一脚撒撒 走路带风的 大步迈进包厢 那凌厉的气势让 习惯了欺软怕硬的 明安于婷 几乎是下意识地想跪 而明代那张 在面对于婷明安时 淡淡地 没实抹表情的脸 在看到苏访云来之后 唇盼的笑容 却瞬间绽放开来 苏姐 嗯 代代 我来了 苏访云说话间 带着轻轻的喘 显然是下车后 一路跑过来的 两人没有在那对夫妻面前 掩饰关系的亲密 和签约那次苏访云的 故作冷淡 截然不同 于婷明安夫妻俩早就怀疑 这两人是在合伙演戏骗自己 这下更是证实了他们的猜测 顿时怒火攻心 一拍桌案 大骂起来 明安刚才骂明代的话 还算是克制的 这会儿 发起风各种谩骂侮辱 那才真是脏道 让人叹未观止 于婷和丈夫同心一体 时不时附和两句 还想伸手去拽明代 啪 苏访云一个剑步冲过来 伸手打在于婷手背 别碰她 我教训我女儿关你什么事 于婷生气到尖叫 苏访云直接拦在明代面前 声音冷冽 前提是你有资格做她的母亲 第162章 打个巴掌 给个甜枣 孩子是你们的附属品吗 以为生了 就对她有支配权吗 在法律上 她是独立的一个人 她已经成年 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所有事 不是你们做父母的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苏访云历生呵斥着 这番话 好像不只是为明代说 也是在为自己 为许许多多的女孩说 可是于婷明安 哪里听得懂这些 夫妻俩的认知 已经盯死了 在他们的世界里 孩子就是可以任意打骂索取 是他们养老的保障 活该被他们支配 独立 开什么玩笑 你连命 都是我们做父母给的 也配谈独立 所以 苏访云发自肺腑的控诉 在夫妻俩听来 就是要跟他们争女儿 确切地说 是争摇前述 明安怒气冲冲地吼道 好啊 我就知道 你是看上明代这丫头能赚钱 我告诉你 没那么容易 我们已经联系记者要曝光你们 还要把明代这不孝女告上法院 让全国人民都来审判 你们两个黑心肠不要脸的东西 于婷附和助喊 没错 夫妻俩那猙獰的近乎扭曲的神情 在某一刻达到了惊人的遗志 可苏访云是谁 怎么会轻易就被这点话给吓到 苏访云当即冷笑道 曝光是吧 正好 也让大家看看 你们夫妻俩的嘴脸 说住 他一把将手机拍在桌面上 原来从站在门外开始 苏访云一直开住录音 刚才明安辱骂明代的那些话 统统被录进了手机里 不仅如此 明安于亭也心欲大 开始不满足那一万块钱后 经常给明代打电话 明代不接 他们就给苏访云打 一直打 反复打 刚开始 夫妻俩还对苏访云有敬畏在 说话比较客气 是笑着要钱的 但是慢慢的 他们看到明代有了名气 发现这个女儿 好像不是他们之前所想的那样 没用赚不到钱 那柯贪婪的心 忍不住蠢蠢欲动 加上旁边有个不满意酒的康人 在煽风点火 夫妻俩心里的怨气 是与日俱增 当对金钱的渴望压过那点畏惧 明安于亭跟苏访云的说话 越发的直白且难听 几乎话里话外 每个字都在说 钱 要不然 要不然就是大妈蔚蠢是黑心公司 苏访云是人贩子骗走了他们的女儿 苏访云每次听到这些电话 也不动怒 就放在一边 顺便摁下录音键 把他们的对话 全部录了下来 好好听这些录音 到时候 闹到媒体面前 我倒是想知道 大家是相信有证据的明代 还是相信 一对口说无凭的吸血 母 哦对了 最好让你们的亲戚朋友 也都来看看 你们两口子 到底是什么货色 苏访云是从底层爬上来的人 最是明白 于亭明安这种人 就是磕不定时的炸弹 那一万块钱 根本满足不了两人的胃口 迟早有一天要爆炸 所以 他早早就做了准备 录音作为证据 就是为了今天 明安和于亭 果然被吓住了 刚刚还跟疯了似的 乱骂乱吼的两人 一下子安静的不能再安静 你 你别以为能吓到我们 明安不肯低头 嗓门却弱下去许多 那就试试 苏访云抱着手臂 冷眼看着夫妻俩 明安和于亭面面相去 眼里流露出明显的挣扎 苏访云干脆再点一把火 对了 要是真的死破脸 这一万块也别想了 明代一分钱都不会多给你们 反正你们两口子手脚健全 有生活保障 真打起官司来 赡养费 呵呵 想得倒是美 苏访云这一刀捅得恰到好处 这夫妻俩是想要更多的钱没错 但要是闹一通的结局 是连这一万块都保不住 那他们宁愿选择妥协 顿时夫妻俩的神色 有点慌了 明安直接结巴起来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于亭同样胶着的不行 苏访云不给两人犹豫的机会 敲着腕表催促 决定好了吗 是继续拿每月一万安安分分 还是干脆撕破脸道上法庭 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安的画风完全变了 跟求饶式的放低声音 那一万块也太少了 再涨点 不行 苏访云冷着脸拒绝 随后又添了剧 不过 我可以利用人脉 给你们二位换个轻松稳定的工作 打个巴掌 再给个甜枣 苏访云深安其法 明安果然完全动摇 而没有主见的于婷 只会追随丈夫的脚步 看他们俩的反应 苏访云知道 这次闹事马上就要平息 悄悄给了明代使个眼色 好像在说 看 我说了 交给我解决吧 明代是相信的 所以 他从头至尾都没有插话 眼看明安就要张嘴答应的时候 于婷的手机响了 明代和苏访云顺便撇过去 看线上面显示的 康仁 两个字 苏访云对这个名字印象不深 但明代却有了不好的预感 果然 看到最后希望的于婷 立马接通电话 向康仁求助 康仁让于婷打开扬声器 隔着手机嚷嚷 放心 他们不敢真的闹到媒体那儿去 不然明代的事业 就全完蛋了 可 可是他们有录音 于婷慌张得很 录音怎么了 谁能证明 是你们的声音 而且 人气急了骂鸡剧 又怎么样 又没打他虐待他的 康仁无耻起来 也是一把好手 那理直气壮的态度 就像强心计注入 让夫妻俩气势 重新硬挺起来 明安立刻亮了眼睛 对 那几狗怎么了 我们又没有打过他 虐待他 大众平 什么谴责我们 怒火中烧 苏仿云蹦紧了身体 没想到关键时刻会杀出来康仁这号人 他刚才那番话的却有威胁恫吓的成分在 因为身在娱乐圈多年 苏仿云非常清楚 舆论这种东西是多么容易一边道 明代正值上升期 要是这会儿 沾上琐碎难堪的家庭矛盾新闻 对他尚不稳固的地位来说 会是致命一击 不说从此事业到头 但停止两三年是没有问题的 而这些都是明代的黄金时间 容不得浪费 第163章 亲子鉴定 苏姐 不用说了 安静许久的明代终于站起身来 苏访云不解 待一待 明代朝他笑了笑以做安抚 开口却是识破天津的一句 报警吧 啊 震惊地不止苏访云 连明安 于婷 以及电话里的康人都被吓到了 报警 卫石魔要报警 明安下意识张嘴就想骂 明代侧过脸 冷冷扫向他 竟然硬生生震住了明安 明代一字一句道 苏姐 我怀疑面前这对夫妻根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 包厢内足足安静了数秒 苏访云想起了前几天明带让他帮忙调查的事情 难道说 明安于婷就是纯粹觉得离谱了 明安 你是疯了不成 居然想跟我们断绝关系 我跟你说 莫门 是吗 明代倾笑 等报警 做完亲子鉴定不就知道了 从明代的语气里听出笃定的苏访云 二话不说摸出手机打电话 明安和于婷逐渐觉得不对劲了 明安当即用怀疑的眼神上下扫视于婷 意思很明显 于婷险些尖叫 我怎么可能背叛你 而且他说 我们俩都不是他的亲生父母 他一定是疯了 当初我辛辛苦苦那抹韭菜 把他生下来 护士亲手交到我手里的 他怎么可能不是我们女儿 康仁也跟着喊 明代肯定是在作秀 不要信他 刚刚还齐心协力的三人 转眼就各自嘲嚷起来 至于是不是作秀 很快就会知道了 苏访云是真报了警 而且 因为一中附近就有派出所 出警速度很快 五分钟不到 就有人敲门 开门 警察 跟着警察一同来的 还有茶楼负责人 担心包厢里是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特意过来查看 结果一来 却吃了一嘴瓜 什么 女儿控诉父母不是亲生的 父母却不承认 经验丰富的警察 联想到拐卖 迅速沉下脸 跟我们走一趟吧 像明安这种不安分的家伙 最怕去警局派出所这种地方了 当即撒泼 我不去 我凭什么要去 这死丫头说不认父母 就不认父母了 我要曝光 我要曝光 到底是不是父母 做亲子鉴定就知道了 年长警察立声道 随即不容明安反抗 硬是把他和于婷带走了 明代和苏访云自然也是要去的 两人稍稍落在后面 准备坐苏访云的车过去 车里安静 所以一上车苏访云就迫不及待地问 代代 之前你特意让我去调查出生医院 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这事 算是吧 明代声音飘忽 思绪不禁飞远 前世已经被养父母趴在身上 吸了一辈子的血 重生后的明代 不会允许自己再重蹈覆辙 所以他很早就在思考 要怎样摆脱养父母的控制 彻底与他们划清界限 直接揭露身世 明代不愿意 因为比起摆脱养父母 他更不想回到顾家去 面对那些虚伪嘴脸 反过去曝光两人 明代跟苏访云响的一样 大众会亲向于若是一方 更有人无条件觉得 父母不会有错 只要他们拿不出决定有利的证据 那这件事只会拖泥带水纠缠很久 想不出好的办法 明代便只能拖着 直到明代发现 顾林斯早就知道两人的身世 前世两人是25岁那年 身世意外曝光 这中间的数年 以顾林斯的心计和手段 可能什么都不做嘛 亲眼看到顾林斯 怎样控制刘正清 为己所用的手段 明代扶制心灵 麻烦苏访云去调查了 当年两人出生的医院 果不其然 他们出生前后一周的病例资料 都因为一场意外损毁 找不回来了 明代猜到着 应该是顾林斯让刘正清去做的 这重见不得光的手段 是前世刘正清的老本行 而顾林斯恐怕是担心顾家会无意间发现身世真相 然后通过医院调查到明代 索性就把那些病例资料全毁了 顾林斯不想让明代回到顾家 殊不知这份私心恰恰好成全了明代 警方效率很快 回去就安排了明代和明安于婷的DNA采样 明代全程表现得很稳 这样的态度让明安于婷莫名心慌起来 同时警察们默默观察着双方反应 对夫妻俩生出怀疑 亲子鉴定出钱加级后 当晚就出了结果 不知是明安 于婷是明代的生物父亲 母亲 亲子关系不成立 明代果真不是明安于婷的女儿 大受打击的于婷脸色惨白 怎么会不是 怎么会不是 经理许多的明安却预料到 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一切 勃然大怒试图否认 肯定是余面 是他们俩买通了鉴定机构 我不相信这个结果 不等明代和苏访云说什么 警察就先怒斥道 明先生 你这是在质疑司法机构的公正 现在证据确凿 我看你还是先交代当年的事情 最好解释解释 孩子是你们从哪儿抱来的 明安的气势彻底被压垮 他脸上血色迅速褪去 双腿一软 哐当跌坐在地 脑中更是只有一个想法 麻烦大了 就在刚刚等待亲子鉴定结果出来的时间里 警察们没有歇着 调查了明代的出生医院 病例资料 被毁这种事情 实在是太蹊跷 警察立即怀疑 这件事是明安于停生为了偷孩子 故意犯下的罪行 审讯室里的明安大喊冤枉 真的不是我 我要偷 也是偷儿子 谁要一个没用的女儿 口说无凭 具体真相都是要经过警察调查的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明安和于婷要在警局里待一段时间了 而明代这边 警局特意安排了温柔的警察小姐姐来开导她 你养父母勒索的情况 我们已经知道了 放心 你们这重情况不符合收养条件 法律上会解除你们的亲子关系 谢谢 不过 警察小姐姐充满歉意 年代久远 加上你出生的医院管理混乱 一时间恐怕很难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没关系的 明代微笑 第164章 不是亲生父母 警察小姐姐内心满满都是对明代的恋爱 18岁的小姑娘 拥有的天独厚的容貌和过人的天赋 按理来说 应该作为演员在荧幕上大放光彩 偏偏被这样一对夫妻控制住人生 打小就要顺从父母扭曲的自卑心思不说 高中都末毕业 就要先被夫妻俩当成摇钱树不断地勒索威胁 别的少女无忧无虑的年龄 明代的人生却便不经济 怎么能不让人心疼呢 看着明代白白软软的脸 警察小姐姐心都快要化了 特地拿出自己私藏的牛奶面包 塞给明代 还没吃晚饭吧 拿去颠颠肚子 明代白手想要推剧 警察小姐姐直接把东西塞到她手里 一溜烟跑掉 明代茫然喃喃 不是 我是想说我吃过了 有苏访云在这里 哪里会让明代饿着肚子 刚刚苏访云特地抽时间出去买了三明治给明代 所以她真的不饿 可是看着手里的牛奶面包 明代新知是一番好意 干脆拆开来一点点吃了 吃得差不多的时候 苏访云终于从里面办公事出来 边走边说 拜托您了 这次消息不能透露出去 我们明代还小呢 可不能被这对恶人给拖累 放心 就算你们卫兰的陈总不给我打电话 我们也会保护受害者隐私 何况小姑娘今年才十八 我们都知道的 领导笑得和蔼可轻 安慰住苏访云不要担心 苏访云连连点头 那调查出什么后续的话 麻烦您直接通知我就好 对了 我们代代的互接 什么时候能办下来 三天之内肯定能行 好的 苏访云和领导握手到别后 大不来到明代身边 笑容轻松 明显松了口气 处理得差不多了 那两人后续还要审问 看能不能从他们嘴里 挖出你的真正身世 唉 真是没想到 这夫妻俩都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居然能厚颜无耻地 用笑道绑架你 脸都不要了 人怎么能这么恶毒 偷来你的人生 又是怎么对你的 真是在老理官一辈子都不够 苏访云鸭 置不住胸口的火气 义愤填膺的斥骂着于廷明安那对夫妻 明代眨眨眼睛 好了 苏计 别生气 对身体多不好 你这傻丫头 这魔单纯 万一被人卖了 还帮他们数钱呢 苏访云气道 说完 又轻轻伸手 抚摸着明代头发 泛红眼眶就要落下泪 语气里多了哽咽 唉 真是辛苦你了 居然要跟人贩子生活在一起 这些年的日子 很不好过吧 那两人本来就是自私自利 又怎么会好好对待 不是亲生女儿的你呢 嗯 倒也还好 你也是 既然早就知道了真相 魏师魔不告诉我 要独自忍耐这磨酒 不把你苏姐当成亲人吗 我只是想找个合适的机会而已 明代抬手摸了摸鼻子 故意偏头错开视线 怕看着苏姐的眼睛会不好意思 总不能告诉苏姐 是她 坑 了那夫妻俩 实际上 两人并不知道 自己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吧 而且 就连明代都没想到 她的本意 只是想用亲子鉴定彻底划清关系 一劳永逸 结果警察却因此怀疑 夫妻俩是拐卖了她 怎么说呢 上辈子夫妻俩 发现身是真相 却从不敢去顾家庇佑的亲女儿面前蹦的 现在的局面 大概就是 有因必有果吧 折腾这抹酒 累了吗 我送你回家 好 苏访云一直把明代送到家里 早就在家里 等着坐立不安的黄媛媛 看到两人回来 立刻冲过来 怎么样了 卫石魔去了警局 苏访云没有马上解释 而是先给黄媛媛使了个眼色 代代忙碌一晚很累了 去帮她放洗澡水 待会儿好好泡泡 晚上睡一觉 黄媛媛立即阴声 小跑着进屋了 苏访云转身 又准备进厨房 刚刚只吃三明治 是不是不够 要不要加点夜宵 你想吃什么都可以说 说住 卷起袖子就准备忙碌 这种事情 落在常常提醒明代 控制饮食的苏访云身上 可以说非常稀奇了 明代哭笑不得 我不饿 刚刚还吃了牛奶面包呢 苏访云充耳不闻 直接问 大冬天的 正好喝点桂花酒 酿圆子怎么样 明代 加点糖可以吗 当然 苏访云从柜子里 翻出来糯米粉 从小园子开始做起 中间害怕明代一个人 做着忧郁瞎想 就把他叫过来 一起动手 顺便再说点其他事情 来转移注意力 最近有位大倒的电影 在试镜演员 现在是还选阶段 我打算把你的简历地去试试 明代正笨拙地 和小园子较劲 心不在焉地问了句 电影吗 嗯 现在项目正保密 知道的人不多 准备让你选的角色是女三 虽说翻位不靠前 但在这种顶级班底里 女三就已经很不错了 而以你的资质 通过初选 绝对没问题 听苏访云的意思 对这电影项目非常看好 明代是相信苏访云眼光的 于是点头 好啊 那就试试吧 带带热水好了 快去泡澡吧 黄元元登登登 从房间里跑到厨房来 明代应了声 放下手里奇形怪状的糯米园子 洗了手 往浴室走去 身后隐约飘来他们的对话声 是苏访云在交代黄元元 这几天 你多注意一下带带的心情 尽量不要让他一个人带着 上下学计地去接他 哦还有 如果带带有什么要求 都尽量满足 那些琐碎的关心 温热地预贴着明代的心 脚步稍稍顿住的明代 唇边徐徐站放出灿烂的笑 等泡完半小时的早出来 苏访云青手作的桂花酒酿园子 已经好了 口感软糯 汤水清甜 一丝淡淡的桂花香气飘开 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大雪 连阳台也有碎雪飞进来 如穷玉落满地 大雪冬夜 一碗桂花酒酿园子 就是最简单的幸福 第165章 他在骗你 下雪了 隔着玻璃落地窗的室外 大雪如颜洋洋洒洒落 转眼盖住了花园里的绿意 连鸣黄蜂围灯都因此变得朦胧 好似一团物 薄薄光影映着立于窗前凝书的身影 眉眼如雕塑深邃 英俊舒朗 凝书单手插兜 另一手端着温热清茶 送到嘴边清磋了口 身后是那一片沉静 而他刚刚说出的话 没能得到任何回应 凝书不得不转身 看了眼手上低调那脸的古董腕表 三小时26分钟 你从学校开始 就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是在抗议吗 那口吻无奈却宠密 身边人大概只有凝旭 能够拥有这等待遇 盘腿坐在沙发上的凝旭 好似就在等着磨个机会 气冲冲地把手机拍在茶几上 哥 你今天是不是故意来找我的 凝旭知道他哥这段时间忙得飞起 哪有什么闲暇来学校门口接他 来接这一趟 分明是抱着目的来的 至于那个目的是什么 不言而喻 凝旭罕见地对清哥宁叔说话带了火气 哥 我的事情我自己知道出列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知道你不是小孩子 凝旭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随即端着茶杯 夺不到凝旭右侧的单人沙发落座 他抬起一条腿 压在另一条腿上 姿势漫不经心 连语气也是淡淡的 我上次已经提醒过一次 但你好像还是执迷不悟 所以我是为了你好 瞧瞧你现在的样子 凝旭 你是在为了一个外人 跟你的大哥置气吗 听住前半句话 凝旭火气横生 满嘴的反驳话要说 等听了后面半句 这些火气扑斥一声熄灭了 反驳话也都跟着咽了下去 我不是那个意思 凝旭闷闷不乐地低下头 又添了句 我永远都不会 跟大哥你置气的 我当然知道 凝旭见凝旭 态度有好转 立即软化下来 凝旭偷偷瞥剑 剑锋插针就说 可是哥 我也是真的喜欢他 难道我喜欢一个人都不行吗 凝旭看他的小心思 觉得好笑 当然可以 前提是 这个人没有骗你 什么骗我 你确认你看到的那个 叫明代的女孩 就是真实的她吗 凝旭的话 显然别有深意 落在凝旭里 一位大哥指的是 明代故意戴眼镜这时 凝旭立刻摆手 可 大哥 你误会了 这是我知道的 说住 白玉般的脸庞 悄然爬上飞红 耳垂滚烫得像是要烧起来 凝旭看着弟弟完全沉迷的样子 却是叹气 少年人心动 最是一发不可收拾 万一受到打击 也是最刻骨铭心的 如果可以 凝书也不想击破弟弟的美梦 你确认 凝书勾了勾唇 笑得凝旭莫名声寒 很快 凝书抬手拨出电话 拿来吧 两分钟后 凝书的随行秘书 推门而入 恭恭敬敬 将文件递到凝旭面前 凝旭盯着那份薄薄的文件 不悦地抬住唇 没见 转头对住宁书 声音蹦紧 哥你调查他 不算调查 这些都是公开的资料 宁书悠悠戳了口茶 公开的资料 宁旭重负助 不解其意 最终 还是从秘书手里 拿过文件夹 手掌犹豫地按了数秒 抬手翻开 第一页加注的是张照片 穿着白衬衫 乌发如云的明代 对着镜头 是没戴眼镜的明代 没有任何装饰 那张脸 却拥有着最直观的 视觉冲击力 是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的大道质简 也是俏丽 若三春之桃 倾诉若九秋之局的 天然角色 笑意灿烂绽放时 琥珀色眼眸 倒映着漫天繁星 轻亮澄彻 美不胜收 就好像有只手 轻轻扣响了宁旭的心脏 扑通 扑通 心跳在加速 毒毒 宁书直接伸手 在桌面敲两下 惊醒了几乎看傻的宁旭 宁旭一如少年人的 坦诚直白 这张照片可以留住吗 莫来得及看后面的内容 宁旭就已惊人 如霍之宝 宁书 清歌险些被气笑了 真不知道怪自家弟弟啥 还是怪那名代魅力太大 当然可以 反正这张照片挂在 蔚蓝娱乐的官网首页 你别说收藏这一张 要我马上给你印一百张出来 都没问题 了解宁书的随行秘书 拼出了话里的火气 生怕掺和静兄弟俩家误事 匆匆退场 宁旭 蔚蓝娱乐 不用宁书解答 他已经自行翻开文件夹里照片后的内容 得确算不上特意调查 因为这份内容 直接就是蔚蓝娱乐官网公布的艺人资料 内容不算详细 只有年龄和出演作品 但抬头 蔚蓝娱乐旗下艺人 一行字已经说明了一切 在这份资料后面 每张纸页都清晰印着明代出演的作品截图 闪耀 田园记 就连没来得及上市的杂志封面 也提前出现在这里 宁旭一页页翻过去 就好像在翻开明代这本未知的书 见证那些他从未认识过的面目 此时的宁旭惊觉 原来他看到的明代 不过是冰山一角 亏他还以为 明书偏见宁旭脸色略僵 一位宁旭是生气自己被骗了 叹道 我的傻地点 当一个女孩故意接近你 你就应该有所怀疑 这魔多精力 还不足以警醒你吗 明书自己是亲身有体会 他是宁家定下的继承人 深处漩涡中心 每天都有个重心思各异的人接近 这绝不局限于年轻女孩 反而男女老少都有 可能他路上随手帮的路人 都是有人特意安排来满足他 泛滥 的同情心 陷得多了 对人情关系 看得也就越发淡薄 宁书以为 现在把事实摊在宁旭面前 自家傻弟弟 总归清醒了 可是时并非如他预料 宁旭正正出神 嘴里呢 难得却是 原来不止是我一个人知道 什么 宁书惊讶抬眉 宁旭嘴唇抿成一条线 不说话 原以为只有他发现的宝石 结果全世界都曾 见识过他的光芒万丈 第166章 就是让他听见 这天宁家兄弟俩的谈话 不花散 关系向来和睦的兄弟俩 罕见的闹了矛盾 或者说是宁书 对弟弟单方面的生气 宁书把事实资料摆在面前 能做一耳光 把弟弟删清醒 结果呢 宁旭只顾住失落 原来明代的秘密 不是只有他知道 宁书恨铁不成钢 也只能另觅他法 宁旭不知道自家大哥 内心里的盘算 他的大脑 已经完全被明代的 另一重身份 是演员这件事实 所冲击了 当夜辗转难眠不说 第二天 顶着昏昏沉沉的脑袋 和两个黑眼圈 来到学校 居然产生幻觉 把路于手机的锁定屏幕墙纸 认成了明代的脸 等等 你手机给我看看 宁旭眼睛睁大 瞬间困倦全消 那灵力的视线 好像任何谎言来了 都无所遁形 路于被看得心慌 直觉以为 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欲盖谜张嚷道 旭哥我没有看小片子 真的 啊 路于思思吸着凉气 揉着被宁旭 善过的后脑勺 宁旭 谁管你 手机给我 后面四个字 咬词很重 听得路于心里发毛 不敢耽搁 恭恭敬敬 双手奉上手机 需要锁屏密码吗 路于自以为在续歌面前 没有秘密 哪怕是小片子 那也不是不能分享 宁旭不说话 乌晨晨的眼睛 盯着路于的屏幕 着热的 好像要把他看穿 路于的手机强指 赫然是明带在 闪耀 李的巨照 穿着皮衣长裤 和骑士靴的 楚经大小姐 正抱着手臂 一脚踹向镜头 唇边隐隐浮现一抹 冷得刺骨的笑 照片两侧 还有搞怪的字 大小姐驾到 闲人速速退避 宁旭捏紧手机 这 是什么 路于傻乎乎地挠头 好一会儿才明白 宁旭问的是 他的手机强指 就 就是我女神啊 我之前不是 跟旭歌你提过吗 有吗 宁旭完全没有 这段记忆 唯独路于 狠笃定地点头 抓住机会控诉 有的 当时我跟你分享 你很不耐烦来着 宁旭顿时如梗在喉 不知情的路于 更是要往他的伤口上 撒把烟 对了 昨天我还想给旭歌 你看我收藏的女神新照片 可旭歌你让我滚远点 也是 旭歌你现在满脑子 都是明代 哪里还看得下其他小姐姐 路于的话 跟鞭炮似的 在宁旭耳边 噼里啪啦地炸开 宁旭觉得他 现在哪怕是躺在坟地里 都能被憋屈地 掀开棺材板跳起来 别说了 宁旭咬牙切齿地丢开手机 更不愿意承认 自己是个怎样的蠢货 竟然错过了真相这磨酒 路于缩了缩脖子 悄悄捡起自己的手机 想要找机会开溜 免得撞在旭歌枪口上 结果 宁旭阴侧侧的声音飘来 把照片都删了 什么 路于下一时报警手机 我让你把明代的照片 全部都删 算了 宁旭深深吸了口气 压住现在并不平静的心情 让陆宇删掉有什么用吗 明代是公众人物 多的是人会在手机里存他的照片 陆宇没听懂 明代 哦对 我有旭跟你说过吗 我女神也叫明代来着 同名同姓 是不是很有缘分 宁旭逆着陆宇脸上傻白甜的笑 毫不犹豫把黑锅反手扣在陆宇头上 没错 都怪陆宇没在他面前提过明代的名字 才让他跟傻子似的乐乐着抹酒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陆宇 昨晚的是一出 明代儼然成了苏访云和黄云云眼里的玻璃娃娃 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明代每天七点准时起床 苏访云就六点出门 跑遍燕京城早餐店 给明代买了不同的中西式早餐 种类不下十样 明代起床来到卫生间 黄云云把牙膏都给他挤好了 还拿出自己专门学习过的手法 给明代来了套尘肩方香面布斯包 一夜之间衣柜里又多出大批新衣服 据正致力于用早餐 摆满整张餐桌的苏访云说 这些都是想要跟他合作的品牌方送来的 里面不乏大牌 好不容易吃完早餐 苏访云黄云云要陪他一起去学校 帮他准备桂圆红枣茶 送到校门口一百米外还不放心 想陪着明代亲自走到学校门口去 就连明代课间空暇时间 两人都要轮流给他打电话发消息 关心一下他目前的心理状况 不是两人大惊小怪 而是以他们的视角来看 明代一夜之间承受了巨大的变故 如果他看起来很平静无所谓 那只能说明他在掩饰 把悲伤藏在心里 而不愿意影响到别人 明代 又不能解释具体真相 还能怎么办呢 只有好好享受吧 至少苏姐买的早餐 和圆圆姐准备的水果夹餐 以及桂圆红枣茶 味道都很棒 明代把茶饭想给夏琳 夏琳也是赞不绝口 煮的这磨恰到好处 没有一点色味 带带你的助理姐姐 有一手啊 是吧 明代抱着杯子 笑眯了眼睛 现在是体育课时间 一中与其他学校不同 高三仍要保证学生身体素质 所以 没做出体育课改字席课的事 今天这节课 恰好是一班和二十班一起 明代结束了老师布置的跑圈任务 就跟夏琳一同坐在球场边休息 两人说话间 明代于光帖见顾灵思 从侧后方走来 还是一个人 在顾灵思就要经过他身后的时候 明代忽然开口 对了 夏琳 你知道吗 我昨天报警了 什么 夏琳偏了偏头 没注意到 身后几步之遥 有个顾灵思 有意无意 放慢了脚步 明代故意当作默看线 神情苦涩又伤心 原来我父母 跟我没有血缘关系 神 什么 夏琳急十五住嘴 才没让尖叫 从喉咙里溢出来 明代语气低落地继续道 其实 以前我不觉得 他们哪里不好 还以为全世界父母都是这样的 直到陷了你的父母 才知道不是 他们想勒索我 我报了警 做完亲子鉴定证实 他们果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 是不是很可笑 第167章 和时落下 由我决定 本来 明代是有一眼给顾灵思看 那些苦涩 伤心都是假的 以明代演技简直信手拈来 连夏琳都没看出不对劲 可是 说到这番话时 明代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到出了真心 于庭明安作为父母到底好不好 明代其实不知道 他只知道 自己拥有过的两对父母 一对贪婪无耻 一对伪善冷血 说不上谁好谁坏 大家半斤八两 习惯了 明代便以为 全世界的父母都跟他们差不多 然而 夏琳和父母的相处模式 却以最直观的事实告诉他 不是的 相互尊重 快乐轻松 自由松弛 原来父母和女儿 还能这样相处 苦涩在心间蔓延开 却不是为了昨天的事 而是明代在为前世的自己感到不值 可笑 真是可笑 而听住明代肺腑之言的夏琳 更是吓猛了 嘴里结巴起来 怎 怎么会 那 那 明代笑了笑 他没有沉眠再过去 很快便从低落情蓄里抽离 还能语气轻快地反过来安慰夏琳 他们现在被拘留了 警方还要继续调查我的身世 话点到未知 因为明代的目的就是想要顾灵思听见 灵思 你怎么去卫生间这么久 顾灵思的好友们远远在叫他 夏琳无意间回头一看 不满 他什么时候站在那里的 不知道 明代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观察顾灵思了 不得不说 顾灵思演示功夫果然一流 至少面上平静得 看不出任何多余情绪 如果明代不是演员 对细微动作敏感 恐怕也看不出顾灵思隐隐颤抖的手和小腿动 以及那努力隐藏 仍然又一丝泄露的惶恐慌张 害怕吗 害怕就对了 继续体会这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受吧 这就是你要继续留在顾家的代价 达摩克利斯之剑寻在你头上 至于什么时候落下来 由我决定 顾灵思 你有事吗 明代朝着顾灵思方向 露出一个无害的笑 唯独顾灵思从那笑容里窥见森森寒意 好像有猙獰巨兽朝他张开血盆大口 顾灵思呼吸一致 险些连表面平静都维持不住了 最后什么话都没说 脚步匆匆地离开 他是不是有点不对劲 夏琳的感知也挺敏锐 明代贪手 表示自己不知道 夏琳目光停留在明代脸上 那你 接下来要怎么办 如果需要律师的话 我这边可以安排 明代失效 放心 我有经纪公司 哪里会少得了律师 夏琳一拍脑门 对 我怎么给忘了 所以 我反而觉得很轻松 明代手拖着下巴 眯起眼睛 眺望着远方 就像是卸下了包袱 灵魂得到了自由 夏琳看得出来 明代说的是真话 所以 没再多劝什么 只是轻轻还住她的肩膀 陪她一起眺望远方 放心 你不是还有我吗 我知道的 明代众生后 最庆幸的 就是拥有了全新的 亲如家人的朋友们 两人相视而笑 忧虑随风远去 十八岁的少女 本就不应该有太多的烦恼 不过这时有人跑来打破 这好好的气氛 明代 老师找你 让你去趟气才是 为什么找我 不知道 你自己过去看吧 说完 来传话的男生 不等明代反应 就跑远了 明代觉得 哪里不对劲 又说不上来 我过去看看 我陪你去吧 夏琳跟着就要起身 偏偏手机有电话进来 夏琳看见上面显示的名字 不好挂断 一时间进退两难 明代不以为意地摆摆手 我去一趟 很快就回来 有事给你打电话 夏琳心想 在学校 应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便放心地跟明代挥挥手 可夏琳哪里想得到 学校虽然没有危险 却有伺机而动的风拳 明代很快走到篮球场边的器材室 探头往里看了看 发现器材室里空荡荡的 根本就没人 刚才那男生 是在恶作剧 思索间的明代 猝不及防 被扣住手腕 随即一股大力带着她 进了气才是对面的更衣室 对明代来说 不过头云眼花的眨眼功夫 周遭环境 就已经换了模样 面前以影子笼罩着她的人 是宁血 你做什么 明代拔高嗓音 隐隐愈怒 宁血听出她的气脑 那紧绷的表情 迅速化开 代代 你别生气 嘴上这么说 双手却毫不犹豫 压着明代的肩膀 令她后背紧贴着墙 逃离不得 宁血低头靠近 两人的呼吸 便在狭窄空间里 暧昧交织 这让宁血的喉街 不受控制地滚了滚 宁血 松手 明代怒目而逝 想正扎却正扎不开 索性一脚踹向宁血小腿 宁血好像提前预料到 扶置心灵的臂开了 代代 宁血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跟你说说话 就两个人 但夏琳老是在你身边 所以我 宁血话未尽 但明代听懂了 不敢相信 你故意支开他 宁血不接话 看表情分明是默认 明代看他低眉顺目 表面温顺 心知硬碰硬不是好办法 只得放低声音 所以 你想跟我说什么 不如你把手放开 我们慢慢说 不用骗我 我知道一松手你肯定会跑 同样的招数 再用第二次 就不管用了 宁血不傻 那你想说什么 宁血想说的话有很多 可那些问题到了最后 都指向一个结论 一个宁血绝对不愿意承认的结论 代代 你 讨厌我磨 问出这句话时 宁血的脸上有层薄薄的哀伤 好像他真的在因为明代的厌恶 而失落伤心 郁郁寡欢 明代不屑 只觉得离谱 以打赌玩弄感情的风流子 宁血会因为他的厌恶而失落 开什么玩笑 所以他没有犹豫 无比笃定地点了头 对 我讨厌你 可以了吗 宁血脸色刷得白了 猜到和听他亲口承认是两码事 宁血第一次感受到言语如刀 杀人一刀毙命 第168章 我不是傻子 心脏如破了洞 风呼啦啦地灌进去 我 开口后宁血才惊觉 自己的嗓音已经沙哑到不像话 为什摩讨厌我 就因为我年纪比你小 明代不答反问 那你为什摩喜欢我 宁血想也不想就要答 当然是因为 具体因为什么 宁血发现自己竟然说不上来 到底是见到他第一眼的悸动 还是摘下眼镜 窥见他眉眼的惊喜 心动如涓涓细流 早在他不知道的时候 便以惊惠剧滔滔之事 于是他怀着少年人的勇气 笃定 斩针截铁的说 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 没有理由 对此 明代的回应是 呵 得一声轻笑 嗓音微凉 拿我打赌 把我当玩笑的喜欢 宁血 我不是傻子 宁血脑袋嗡的一声 像是有人用重锤 往他后脑勺 狠狠敲了一下 敲得他眼冒金花 几乎站立不稳 你 你怎么会知道 你们打赌那天我 正好听见了 宁血 你什么时候能改一改 别这么幼稚 不管是前世 还是今生 居然都能走上 同一条打赌的路 该怎么说呢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所以 明代是不会轻易 对宁血改变看法的 他情绪淡淡的 没有勃然大怒 或者干脆大骂宁血无耻 但这种平静 反而更让宁血羞愧 好像自己的卑劣面 被太阳所照耀 所有阴暗都无所遁形 宁血慌乱地避开明代视线 我不是那个意思 赌鱼 都是误会 明代冷静轻吃 理由很别脚 松手 这次宁血听话地松开了 明代肩膀得以挣脱稚骨 稍稍松了口气 随即也不管宁血的情绪 有多么的糟糕低落 贴着墙离他远远的准备 赶紧离开 好巧不巧的是 走廊突然有男生的说话声 在靠近 明代盯着门牌看了眼 难更一事 他转身就想躲 明代其实并不在意 就算看见了又怎样 他可以坦然地把心思昭告天下 最好全校人人都知道最好 可是看明代脸上显而易见的慌乱 明代本就愧疚的心悦发软了 急忙拉着明代 藏着脸 说着手臂一圈 拦腰抱起明代 把他射进了旁边的衣柜里 更衣室里除了铁皮衣柜 只有长条凳 其余都是空荡荡 得却没有其他更好的藏身地点 宁血会这魔做无可厚非 但他不知道 衣柜对明代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恐怖如梦魇的空间 从他被设进衣柜的那一刻起 粘稠如潮水的空气 就从四面八方疯狂挤压来 宁血只来得急关门 对明代的状况一无所知 走廊那些男生的目的地果然是更衣室 剑门扮演着 打打闹闹地推门入 就抬头撞剑单手按着柜门 做事要脱衣服的宁血 旭哥 一群吵闹的男生迅速安分了 宁血慢条丝里地解开三颗扣子 见那群男生还堵在门口 冷冷瞥一眼 准备围观 我换衣服 不是的旭哥 我们待会儿再来 男生们又闹哄哄地准备推到走廊上去 可堵在这里 明代仍然没有机会离开 索性宁血找了个理由 我给陆宇打电话末接 你们去帮我找找他 好的旭哥 没问题旭哥 男生们带上门后 果断去帮宁血跑腿了 眼看走廊上重新恢复安静 宁血立刻拉开衣柜门 待一待 现在可以 瞳孔猛然一缩 宁血惊慌地用手去捞脸色惨白的明代 怎么了 你哪里不舒服吗 明代昏昏沉沉地掀起眼皮 用手勉力撑着柜门 身体一侧 故意避开宁血手的动作很明显 宁血堂皇帝把手藏在身后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直觉道歉 对 对不起 明代不想理他 惊恐发作的感觉实在是难受 哪怕明代明白宁血不知情 也仍然会迁怒于他 因为这件事本就是他导致的 好在这一次 待在衣柜里的时间不长 不像上次那样 直接昏倒过去 现在的他 除了后背 几乎被冷汗湿透 手脚有些瘫软无力 其他没有什么大碍 明代深呼吸缓解着症状 艰难而缓慢地从衣柜里攥出来 我帮你 明代看也不看宁血 挥臂扶开他的手 宁血无措地站住 看明代费力地连挪动一米都用了两分钟 语气胶着 你哪里不舒服 滴血糖 要不然 我送你去医务室吧 不用 明代感受着温暖 重新回到身体里 力气也在慢慢恢复 代代 我 怕 清脆的一巴掌 扇在宁血的右脸 明代看着一脸恶然的宁血 面无表情 宁血 你觉得捉弄人很有意思吗 别再谈什么喜欢不喜欢 先学学 尊重两字怎么写吧 说完 他一秒都不想再在这里多待 绕过宁血走了 等他走后 足足数秒 宁血才抬手斧上 被明代打过的地方 其实不痛的 以明代现在的身体状况 力气能大到哪儿去 可他为时摸绝的 这巴掌落过的地方 火辣辣的 那把火 好似一直烧着到他灵魂深处 痛得锥心刺骨 宁血不知道站了多久 直到陆宇气喘吁吁地跑进更衣室 旭哥 他们说你找我 边说边摸出手机嘀咕 打不通吗 不对啊 我刚刚还打了电话来着 陆宇 宁血垂着眼睛 声音好像从很远的地方而来 陆宇一领 发现宁血语气 有哪里不对劲 正琢磨着 要不要先道歉再说 就听见宁血 眉头眉脑的来了句 他知道了 什么知道了 旭哥你在说什么 陆宇挠住脸 一头雾水 宁血颓然地 走到长条凳坐下 抬手抓乱头发 打赌的事情 代代知道 而且是很早就知道 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陆宇 张大嘴巴 宁血苦笑 我该怎么办 放弃 陆宇瞥见宁血表情 迅速改口 肯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哦 求饶 死命求饶 各种求饶 猎女怕蝉狼啊 旭哥 第169章 作有价值的人 在宁血因为明代 而无法平静的时候 还有一个人 内心也是翻江倒海 顾灵思无意坚听见明代的话 在那之后 就心烦意乱 干脆避开其他人 独自去了学校的花园 灌木编织的围墙 遮挡住他的身影 让顾灵思 可以不再维持 那张完美面具 他抬手捂住脸 双手因为慌张而颤抖 怎么办 明代竟然做了亲子鉴定 还发现自己不是那对夫妻的亲生女儿 接下来呢 会不会查到他们的身世 有警方调查 刘正清的手段真的稳妥吗 要是被发现 连顾家也知道这件事情 那他会不会 会不会 不会的 他们不会抛弃我的 不会的 脸色苍白如指的顾灵思 不断重负着这段话 不知道是为了说服别人 还是在安慰自己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顾灵思猛地回头 看见刘正清就站在不远处 正清 顾灵思像是陷道救命稻草 立刻起身朝 刘正清跑去 一头撞进他怀里 两只手死死 攥紧他的衣角 不安得无以复驾 这是第一次 刘正清拥抱顾灵思 梦寐以求的事情 就此发生 刘正清惊喜得 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不过 他也看出来顾灵思的状态不对 终于用手轻轻拍着他后背 以做安抚 末世的灵思 有什么事情 说出来 我们一起商量 明代他知道了 他做了亲子鉴定 顾灵思从刘正清怀里抬头 难得没有在刘正清面前演戏 所展露的一分一毫 都是最真实的惶恐 刘正清听了也是一惊 那威胁短信 果然是他发的 顾灵思愣了愣 才想起短信 难难着摇头 不 应该不是 他是昨天知道的这件事 听说报了警 警方正在调查 然后顾灵思将整件事 从头到尾都告诉了刘正清 刘正清扶着顾灵思 在长椅坐下 整个人倒是沉稳得很 放心 当初后序处理得很干净 所有资料都被销毁 唯一知道你母亲身份的护士长 也已经拿着钱移民了 警方不会查到的 顾灵思咬着嘴唇 眼神闪烁 万一呢 没有万一 刘正清见顾灵思楚楚 可怜的眼神 心意横 如果有万一 我会承担所有责任 说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 你完全不知情 灵思 我会保护你 有了这句保证 顾灵思才算是真正放下心来 他依偎在刘正清怀里 正清 我就知道 只有你了 刘正清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因此也鼓起了勇气 大住胆子说 灵思 你知道 顾家打算和宁家联姻的事吗 什么 顾灵思是真的愕然 今天也是第一次听见这消息 刘正清暗暗观察着 不由地松了口气 忐忑凝望 住住顾灵思 所以 灵思你会答应吗 当然不会 顾灵思想也不想地快速回答 但是心里 完全是另外的想法 和宁家联姻的话 宁婿才十六 肯定不可能 难道是宁叔 是的 以他父亲的心思 绝不可能越过宁叔这位宁氏继承人 去跟宁家其他注定成为陪衬的人联姻 那就只有可能是宁叔 如果和宁叔订婚 成为他的未婚妻 未来的宁家夫人 那他 是不是便不用再畏惧 这让顾灵思不由地想起多年前 八岁那年 他偶然得知 父亲要开除一位 在顾家工作了二十年的司机叔叔 理由是 那位司机叔叔 因车祸意外失去了一条腿 再也当不成司机了 顾灵思很喜欢那位司机叔叔 对方会在接送他时 偷偷给他准备些 家里不允许吃的小零食 还说他和自家小女儿很像 突然有习惯的人离开身边 顾灵思不愿意 便哭着想求父亲 将司机叔叔留下 父亲摸摸顾灵思的头 坚定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说 我会给他丰厚的赔偿金 但是 灵思 你应该知道 一个人要有利用的价值 才会被需要 你的司机叔叔 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八岁的顾灵思听的半动 仍然遍体深寒 后来长大了 顾灵思终于明白 对父亲顾期来说 人与物品无益 只要没有用处 就可以丢掉 他不能被丢掉 所以 他要成为那个对顾家来说 有利用价值的人 您说吗 顾灵思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 因为年代久远 加上刘正清 让人提前扫尾 警方果然莫能查到更多的证据 反倒是于婷这边 提供了一点线索 说是和他同一病房的女人 也生了个女孩 肯定是他换走了我家的孩子 我们是冤枉的 我们没有偷孩子 在派出所待了一夜 于婷已精兵临崩溃 不管脏水泼在谁身上 反正只要泼出去就行 而警方也承认 于婷的话有一定道理 明代的出生证明俱全 说明于婷市的 却生了的女孩 警方倾向的怀疑 是于婷的亲生女孩 已经夭折或者被调包了 现在于婷明安没有查到 直接证据证明有嫌疑 那么其他人下手 也是有可能的 于是警方问于婷 知不知道同病房女人的身份 于婷却完全想不起来 生产对女人来说是大难关 于婷前后痛了几天 脑子浑浑噩噩噩 能记得同病房 有个女人就不错了 明安就更不用说 于婷生产时 她都不在医院 生完才慢吞吞赶来 因为她知道 于婷生的是个女儿 警方也进行了一番调查 依然没能找到 于婷所说的 生了女儿的同病房女人 最后这件事 只能不了了之 于婷明安在拘留一天后 灰溜溜地从警局出来 他们在户籍上 也已经和明代 彻底划清界限 从此只是两路人 一味仗着女儿出道 当大明星 能够大捞一笔的于婷明安 现在竹篮打水一场空 肠子都快毁清了 养了18年的女儿没了 每个月的1万块钱没了 未来的富裕生活也没了 夫妻俩你埋怨我 我怪罪你 两人吵得激烈 甚至大打出手 不过这些 都已经与明代无关 第170章 透透风趣 明代得知 于婷明安已无嫌疑释放时 没有太惊讶 因为他本来就清楚 这是与两人无关 倒是表哥康仁 哦不 现在不应该叫表哥了 他们只是没有血缘的陌生人 康仁打来电话 张嘴对着明代 就是一通骂 明代 当了大明星 就翻脸不认人是吧 居然敢买通警察 于面你亲爸亲妈 你做这种事 要天打雷屁的知不知道 你就是畜生不如 康先生 不如你把这番话对警方说 明代语气冷漠地挂掉电话 漠多久 于婷的姐姐 康仁的亲妈 明代曾经的大姨打来电话 态度比她废我儿子好许多 但话里话外 都是道德绑架 代一代 亲子鉴定结果的 却是摆在那 但你不能否认这十八年来 是由你爸妈夫养长大的吧 这里面有多少不容易 等你以后生了孩子就会明白 所以 你不能把你爸妈丢开 不管知道吗 你爸妈在家里 伤心地直哭 就想你回去看他们 你可不能当白眼狼啊 这些跟我律师聊吧 明代挂电话的动作 依然利落果掘 更不会浪费时间 跟那位大姨过多辩驳 但凡明代被带进去一局 那位大姨 就会用丰富的舌战经验 打败她 所以不谈最好 厉害 身旁的夏琳朝她竖起大拇指 明代谦虚 哪里哪里 夏琳手撑着下巴 端详住她 嗯 虽然看得出来 你的心情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但是出去透透风总是好的 所以 这周末有空吗 周六下午到晚上都没有行程 怎么了 一起出去玩吧 夏琳心智勃勃地提议 明代觉得可行 重生回来后 每天不是忙着工作拍戏 就是补课学习 休息的时间少得可怜 好不容易遇上周末 有半天空闲 不如像夏琳说的 出去散散心 转眼到了周六 明代上午在剧组拍完自己的戏份 刚卸了妆 就听到外面传来嘈杂声 黄元元告诉她 是夏琳来了 明代跑着出门 就看现剧组拍摄地旁空旷的马路边 停着一辆纯银科尼赛格 极具工业美感的流线型车身 裤的墨边的未来感造型 特别是 车边还以着个盘量调顺的大美女 穿着裤萨皮衣和长靴 活脱脱具中 楚经大小姐在线 不过这位也是大小姐 夏琳大小姐 戴戴 戴住墨 静冷淡如冰的夏琳 现了明代立即笑开 抬手朝她招呼 明代在一众人好奇热切的视线里 跑到夏琳身边 你开的车 嗯 我不是满十八了吗 立马就去考了驾照 明代算了算夏琳生日的时间 嗯 要不然 坐我的车过去 明代提议一出 立刻遭到了夏琳的怀疑 你在担心我的车姐 没有没有 明代哪敢承认 那就上车吧 明代小姐 没办法 只能大住胆子陪朋友了 接过黄圆圆递来的行李 跟剧组的人一一道别 明代随后坐上夏琳的车 夏琳熟练系上安全带 发动车子 一点油门 跑车顺畅地滑了出去 一路行驶平稳 看来夏琳的驾驶技术 比明代想象中好很多 明代悄悄松了口气 自以为隐蔽 其实都被夏琳看在眼里 刚刚是不是在担心 傻瓜 难道我真会把咱俩的宝贵性命 置于危险中吗 我以为 你拿驾照的时间很短吗 明代好奇 看你开车 不像是刚拿驾照不到一个月 我小舅舅有私人赛车场 前两年我经常去玩 早就学会了 只是没驾照 不敢上路而已 听完解释 明代更加安心了 调整坐姿让自己更舒服 刚才那就是 闪耀 剧组吗 环境好像不错 可惜没来得及仔细看 下次我带你好好参观一下 好啊好啊 夏琳连点头 他们出发去目的地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路上无聊 夏琳便东拉西扯地跟明代说话 全然没有平时在其他人面前 那西字如今的模样 闲聊间 时间飞逝 一个半小时后 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 位于燕京郊外 某座小山头的温泉山庄 山庄依山而建 原木色的木质建筑与玻璃搭配 中式古典与新派现代相结合 背后是茫茫群山 深绿浅绿层层相叠 直蔓延到天际线 在这样的隆冬季节 温泉就是头号选择 顺便在附近山道走走 呼吸新鲜空气 实在惬意不过的一件事 明代和夏琳心情非常好 夏琳把车听到 山庄门口的露天停车场 刚整理好东西 推门下车 就有碎玉般的雪墨子 自天空分阳洒落 落在他们的发尖 尖头 下雪了 明代兴奋地仰其脸 细碎的雪墨 顺势落在他脸上 不一会儿便被温热所化开 留下湿漉漉的痕迹 连带着脸颊 一片冰冰凉凉 鼻尖甚至冻得微微发红 当然 这也掩盖不了明代对夏雪的喜爱 夏琳也很满意 我看天气预报 就说今天这边会下雪 没想到挺准 看来我们这趟来对了 在光秃秃的石头间泡温泉 和在挨挨白雪里泡温泉 那可是两个概念 走吧 提出简单的小包行李出发 往大堂走去 夏琳不是第一次来这里 以往门口都会有门童接待 帮忙提行李 但今天周围的人 好似格外稀少 夏琳摇摇头 甩去莫名其妙的猜测 来到前台准备办理入住 谁想得到了一个糟糕透顶的消息 什么 包场 是的 夏小姐 可能是我们的系统出了什么故障 没能向您发送退订的消息 实在是抱歉 我们这边可以赠送一碗入住券 作为补偿 欢迎您下次再来 前台抱歉的弯下腰 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 夏琳却不可能跟无辜的工作人员计较 烦躁的摆摆手 发现情况不对劲的名单 跟着过来 怎么了 带一带 我们今天的度假 可能要泡汤了 夏琳表示非常的沮丧 眼睁睁好不容易策划的度假计划 即将落空